嘿 大家好 我是猪油怪 欢迎来到猪油怪的频道 上次猪油怪更新还是在上次 大概是一个半月之前了 为了保证猪油怪频道可以至少能月更的话 猪油怪打算在三月底这个时间给大家再更新一期节目 过去这段时间没有更新节目的话 是因为我们之前春节这段时间 我跟小鹿两个人一顿爆更视频之后 两个人有点超负荷了 然后想给自己放个假 结果没想到这放假放的时间稍微有点久 然后这段时间虽然我们俩没更新的话 但其实平时做视频的时间 其实都投入到了实际的游戏体验当中 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过得还是蛮滋润的 然后对于猪油也有新的理解和一些认识 所以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 其实对于频道的良好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对于猪油怪个人来讲的话 做节目和我们平时日常的休闲娱乐之间 找平衡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有点困扰着我 我总感觉我是一旦更起视频就没有时间去放松休闲了 然后一旦休息下来的话就又不想回去更视频了 我觉得我最近可能是快找到这个平衡了 说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叫猪油电台 这个档节目的话 其实我个人也是思考了很久了 它为什么叫猪油电台 因为有两点原因 电台的话一般来说它会内容比较丰富 然后猪油怪平时有很多的一些节目形式和内容一些想法 然后我觉得没有哪一期节目特别能放在哪里 所以我想说有一期猪油电台 可以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全都放在一起 第二点原因猪油电台就是我想说 这一期节目可以让大家在平时比如说散步或者运动的时候 把它放在后台去播放 大家不用一直盯着手机的画面 然后只听声音就可以 也因为这可能更多的是资讯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对于猪油电台这期节目的话 我目前有这么几块的内容上的一些构想 首先第一块内容就是众筹 因为猪油怪平时其实会看很多众筹方面的一些项目的一些资讯 然后的话每年很多要买的新游戏 其实也都是来自各大的众筹平台 然后我想说我自己既然也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的话 不如就把这些东西稍微总结一下 给大家稍微提供一些参考 然后猪油怪做众筹的话 会着重讲国外的平台就是Kickstarter和GameFund 然后国内的平台的话 然后我看到有我比较感兴趣的 我也会很快的去提一下 然后的话大家如果想更多的去了解国内的众筹项目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其他up主 像是咕咕他们更新的节目 除了众筹之外 第二个内容的话 就是关于频道的节目的总结和预告 如果频道可以保证一些比较稳定的更新的话 我觉得这部分内容也是给大家能省去一些时间 第三部分的话也是目前在设想的一个阶段 就是我想说可以让观众朋友们可以有机会给猪油怪去投稿 让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平时喜欢玩的游戏 然后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些好游戏去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交流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私信猪油怪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话第一次猪油电台 我们就只有第一块就是众筹相关的内容 让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我们现在来讲众筹项目 让我们先有请出我们的嘉宾小璐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璐 小璐的话其实对于我们今天要讲的项目 其实也不都了解的对吧 相当于提供了一个观众视角 那么第一个要说的那个叫做Tindaya Deluxe Edition 这个是在GameFound上面的一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现在其实已经筹款结束了 但是呢就是大家还是有在4月份 他们有一个补票上车的机会 对然后在他们这个问答里面 他们也说是有中文版本的 那蛮好的呀 是的现在游戏的部件当中 其实很多都是跟语言没有关系的 但至少说明书可以是中文的 那它的这个众筹版本呢 它的解锁项里面就是众筹版独有的 就是这些模型 然后以及一个收纳方案 然后还有一些部件上的一些升级 这个收纳的话 我一会会在后面再说到 我觉得还是挺必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取得这个游戏的 比较好的一个途径了 那这个游戏的话呢 它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会比较喜欢 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主题 这个游戏的话它的主题其实也像灵机岛里面 就是一个人与自然的一个相处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然后灵机岛里面其实是我们是那些神 对吧 这个游戏里面我们是土著民 然后这些神的话 他们是非常易怒的 然后我们需要定期的给他们就是献祭一些东西 然后平息他们的怒火 那不然的话呢 就是每一个有两个神 一个是管火山 一个是管这个海 海啸相关的 然后他们每一个神都有自己的怒气值 然后你要处理不好的话 他们就是就会让这个火山喷发的时候 就影响很大一部分面积的这个岛屿 然后就会让我们这个生产什么的就受影响 对 然后的话这个怒气值 火山喷发这些事情 其实也有好的一面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船 其实都是一些殖民者 他们入侵我们的领土 我们也不想让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神发怒的怒气值 去帮我们消灭掉这些入侵者 对挺有意思的 然后游戏当中很多玩家的一些行动 比方说是你要让你自己的人民 有这个东西可以吃 然后我们每一个部落的话 我们要合作 然后我们每个部落 他们有专精的方向 我们有的人会打鱼 有的人会种田 然后你要向其他的部落 去学习相关的技术 你才能给你自己解锁那部分能力 这还蛮有真实性的 对很有代入感 然后的话这些入侵者 如果你把他们干掉的话 你可以把他们抓到监狱里面 然后献祭的时候 你可以把他们的人丢到火山坑里面去 然后就替代那些你没有的那些 食物是吧 是的 反正就是一局游戏玩下来 其实还是感觉非常的有实施感 你刚说的这一套主题 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是的 这个游戏的话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但它有相关的问题 就是它因为部件还是蛮多的 然后我体验 我是在TTS TTA上面的 这个就是电子版上面去体验的 然后就省去了很多这个setup时间 我能想到这个游戏 如果没有那个完美收纳的话 它可能会涉及到很多部件 这个来回的摆放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耗人的 对 是然后每一局游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版图 它的这个结构是可以自己组合的 所以每一局游戏体验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游戏的话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私信之游怪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安排一下 线上的一个之游怪 大家去教学 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这个游戏的一个多人版的一个 它多人是合作的还是 它既有合作又有那个对抗 然后在对抗模式下的话 我理解它就是一个半合作模式 就是我们要去共同的去 抵抗侵入者 对 以及要给这个神明去给他们送东西 对 然后就是每种你的动作 可能会给你拿来一些分数 那合作模式的话就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要生存下来 好吧 对 我觉得它主打的应该是合作模式 就是一个比较 对 然后它比较其他的那个合作游戏来说 它的优势就在于说 它其实跟能力导师一样的 就是它比较复杂 就是我们一般说叫那个Alpha Gamer 就是不会有一个人掌管全局 说你该干哪 你该干哪 其实玩家都是在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把自己的这个部落人民的这个生存 想安排清楚 大概是这样的 早期的合作游戏就会存在你刚刚说的问题 好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项目 这个是在Kickstarter上面的 叫做Hamlet Village Building Game 这个游戏的话也已经筹款结束了 但是大家如果在这个一面上 要点这个按钮的话 你会进到他们的一个预购界面 然后那个上面的话 你其实会支付的是相同的价格 然后也会得到相同的游戏内容 就是跟参与众手项目的人 其实没什么区别 所以大家还是来得及赌票的 这个游戏的话 它的一个感觉 它是一个板块放置 然后工人放置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这个我跟小陆两个人 是玩了一局双人局的 这个游戏它支持一到四名玩家 然后所以其实也是可以solo的 这个游戏它的 最吸引我的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它的板块放置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板块放置游戏 其实都是 要不然是正方形的 要不然是六边形的 这个游戏里面 他们这些板块非常独特的是 他们是 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一块的话 这就是一个不规则形状的 然后像这样的不规则形状的板块 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 是的 其实并不需要像这样 完全吻合的放好 是可以放的乱七八糟 只要有一个便帖上都行 对对对 就它是按照一个 不那么难理解的一个规则 你要去把这些板块就像这样铺好 然后最后的话 游戏会在我们把中间的 这一个教堂铺完的时候就结束了 然后这教堂的话 就是每一个阶段 都是要去相当于是 完成一定的送货的一些要求 这些分数 对然后就是工人放置的话 就是地图上你建出来的一些板块上面 会有一些可以有交互的机会 然后比方有市场 然后有采市场 然后一些高级的 比如说牛奶场之类的这样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跟其他玩家也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你用到别的玩家 他们的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时候 你虽然能提交一些好的订单 但是那个玩家因为你用了他们的东西 所以那个玩家也会收到好处 是的 所以你会学校思考的事情 其实还是蛮多的 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 这个游戏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就是它其实跟沙丘有点像 就是因为你那个工人数很稀少 沙丘 对 沙丘也是一开始的时候人数比较少 这也是一开始人数很少 也就两个人 然后你去玩家take turns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想干很多事情 但是你又很容易 因为你的工人数很少 你假如干了某件事情 可能反而给对手提供了好处 所以就要思考蛮多事情了 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工人的话 你到后面会发现 对方三个人的时候 你都两个人 你就少干了很多事情 对吧 所以还是有先后一个优先级选择的问题 它那个紧张感一直是在的 然后这个游戏的话 它的众筹版本的话 也是对部件有很多的升级 多了一些这样的米宝和驴 我们玩的电子版的就不是这个 电子版没有 对 这个游戏的话 这是他们后来解锁的 solo模式的一些东西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在TTS TTA上 都可以玩到这个游戏 然后我个人体验之后 我觉得TTS上面 它交互还是会方便一点 因为它不规则的板块的原因 好吧 这个是Hamlet 也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项目 下一个项目是请上车 然后纽约和伦敦 这个游戏的话 它目前是在摩点上面 应该是中文版本的一个项目 在预售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新的游戏 我猪怪的话 目前还没有去实际的去体验过这个游戏 它玩法的话 其实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执笔游戏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板子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公共的一个地图 然后游戏开始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会收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卡 然后他希望我们在游戏结束的时候 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公交的一个前进路线 然后可以连接地图上的某两个或某三个城市 大概是这样的 有这样一个目标 然后的话 我们每次会翻出来一些车票 这些车票的话 就对应着 大家可能看不见就有点小 就是你可以铺出来这个路的一个模式 有的就是这种直线的 有的就是可以拐一个弯的 然后的话 对 然后你比方说 你抽出来一个你不满意 然后你可以用这边的红色区 然后你画掉这个你减分 但是你可以让你更灵活 你可以把一个 必须要拐弯的地方变成一个直线 所以就是你可以这样 这个纸的画风有点像欢迎来到 对 就是感觉其实也很像 它就是一个纸笔游戏 然后的话 你一方面是要连接这个线路 然后你在路上的话 你还能接各种乘客 你像这个老太太 你可以接起来 他就可以得分 然后还能接起来学生 然后学生的话 你把他送到学校去 可以得更多分数 然后还有一些商人 还有旅客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这些商人的话 如果你车上有学生的话 然后这个商人接到之后 那个商人可以给学生提供 什么求职机会 然后就可以解锁更多的学生 反正就是他们之间 有相互的一些互动 这样的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玩家的话 因为你在建公路 建这个线路 然后这个线路如果交叉的话 会造成什么交通拥堵 所以还是有一些 挺有情景感的 一些游戏的设计在里面 整体还是蛮不错的 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个项目 好的 接下来这个项目 叫做嗜血追猎 这个目前是在及时商城 进行的一个预售 这个游戏的话 最值得说的是他的作者 这个叫Richard Garfield 这个人的话 大家如果没听说过的话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人是他叫什么 万智牌的作者 桌游方面的话 他其实还有像是东京之王 然后安卓纪元 Netroner 这也是很多人玩的 一个比较硬核的卡牌游戏 然后这个Bunny Kingdom 对吧 这叫什么 中文可能是兔子王国 然后Keyforge 也是前两年 就是比较火的一个 就有话题度的 至少就是你买的一组 那个卡牌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 对 然后的话 最后还有这个Mindbug 这个也是挺有讨论度的 一个卡牌游戏 对 然后这个嗜血追猎的话 是他的一个相当于是桌游玩 那这个游戏的话 玩法上其实比较接近 之前的那个叫做Clank的游戏 然后Clank的游戏的话 因为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国内一直没有一个中文版本的代理 这个游戏的话 我这有几个图 就是玩家扮演的是吸血鬼 然后我们是出生在这个城堡里面的 然后我们叫游戏的时间里面 就在夜晚 然后从城堡里出去 然后到各个村庄里面去 这个找人类去吸血他们的血 因为我们受不了 我们就很乐想吸血 然后的话 这些人类就是一些卡牌 然后这些卡牌的话 可以给我们一些分数 我们游戏目标就是要去得分的 但是你吸完血之后的代价 就是说你吃饱了 你就会行动的比较慢 然后就走得越来越慢 因为这些卡牌会进到你的卡组里面 你原来的卡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数字 这代表你的移动点数 他们都是什么三二四这样的 那这些人都是零一一 就是他肯定会拖换你的脚步的 对 所以你需要游戏当中 你吸完血之后 你需要去到一些什么 像是喷犬 教堂这样的地方 然后你去清洗这个罪孽 然后让你的移动速度重新提起来 就是去trash这些卡牌 去trash到这些卡牌 是的 所以clank那个游戏里面的卡牌构筑 就是我在慢慢的去集一些 很强力的那些移动 或者战斗什么之类的卡片 对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相当于是在得分 但是这些人本身 他虽然也会给你一些各种各样的效果 但整体来说可能是负面效果 还是很大的 为什么要走得快 就是因为你要不走得快的话 就是游戏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天亮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回到城堡里面的话 你就挂了 你这些数据了 这个clank也是很像的 是 这个是很像clank 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走得很远很远很远 但是你也得确保你能跑得回来 那大家对这个游戏的 稍微批评的点 就是说可能会觉得 就是他的卡牌构筑这一块 因为你的卡牌不是 一定程度上不是真的在帮助你的 所以就是可能体验上稍微有点怪异 但是 这个副相的卡牌孤独 对对对 感觉有点怪 但因为周围怪没有今次体验过 所以也不太好说 反正大家是稍微注意一下吧 好的 下面这个项目叫做T1COO 这个游戏在kickstarter上面正在筹款 然后项目也快到尾声了 那这个游戏的话 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推理的游戏 我跟小鹿两个人 是进行了一个网上的双人局的体验 那他同时还有合作模式跟solo模式 我觉得合作模式应该是没什么意思 应该就是看谁推理的更快更好 他有点那个树读的意思 树读和扫雷 因为他有些空的地块 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踩上去要知道它上面是什么 他们设计师他们在宣传这个游戏上就说 你玩扫雷你玩树读 都是在为这个游戏做练习做准备的 那其实他因为比较抽象 所以其实两句话很难给大家去讲清楚 有一些按钮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那些东西 在必要的时候 所以大家对这个还是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然后的话这边有各种各样的部件 然后我们实际玩的时候 是在Tabletopia上面 我们放到这个界面上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介绍 对吧 那就是首先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要解的这个谜了 然后每一个小方块上面 都是可以放置一个地形 然后那个地形上面 可以再放一个圆的 圆的就是一个农作物 那它的具体的排列 就其实是有一定的逻辑规则在背后的 就比方说像是紫色5级的农作物 它周围的8个格子里面 就不会再有紫色了 对 然后比方说它垂直方向相连的 同一个颜色的地块组成的一个区域 比方说它的尺寸是4个 那在这个4个上面 它排列的谷物的等级 也是从1到4的 只不过有5 所以你会根据这些信息 去慢慢的探索 然后去推理 然后的话如果你推理正确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分数 然后你还会得到这边的 对应颜色的一个小方块 然后你还有一个成套收集 在这个当中 你比方说你收集到了这4个小方块 然后你把它一起提交了 提交之后你会得到这边的一个分数 比如4的话就是得到6分 对 然后这个游戏 其实它不光是推理 其实还有桌游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玩家还有小女的小人 有一个相互阻挡的感觉 你占据特别有利的位置 你可以把别人的行进路线挡住 然后就只有你能知道这个地儿 它是什么 然后就是相关的一些事情 所以感觉还是蛮独特的 的确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只不过大家可以先在网上试一试吧 好的 下一个项目叫做Solar175 这个是在Kickstarter上面 然后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这个游戏的话 是我们介绍这么多项目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不好的这么一个例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这个游戏 它其实做了很多的宣传 然后看起来也是非常宏大 然后内容也很多 然后它是一个传承类的 就是那个legacy 然后玩法上的 其实非常接近的奥尔良 那个玩法 它是一个就是袋子构筑 back building 然后的话就是我 我对这个观感特别不好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上面非常杂乱 然后就是上面很多的一个标识 你都要去慢慢的去学习 它是一个宇宙主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的话 你就是要从袋子里面 拿出各种各样的块 然后去触发上面的那些动作 其实就玩法上 跟奥尔良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对 但它版图看起来 的确有点密集固证 对 很多很多的 很多东西要需要去阅读 然后就是相比于奥尔良 那样的简洁的设计 奥尔良里面是没有文字的 这里面大量的文字需要去阅读 因为它是一个legacy传承的 然后的话 然后我看了这个 我其实就很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宣传 所以我其实是 很想去了解这个游戏 然后我也看了他们 这种页面上的很多的视频 然后我非常耐心的看完了 但是我从头到尾看完之后 结论就是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 就是很奇怪 然后的话 就是升级的一些东西 真的都是 也就这么回事吧 我感觉 但是它因为是传承类 所以它可能精彩的地方 是在后面的 因为你的板子和玩法 可能会根据你前面的一些 决定会有变化 所以可能在这个东西 它也是没有办法在视频里 可以展示出来的 所以我可能就是错怪了这个游戏 但是至少是从观感上 第一感觉上 我是对这个游戏是毫无兴趣的 好吧 那这个游戏也说完了 好的 下一个游戏叫做尼达威尔 这个目前是在摩点上的 中文版本的一个预售 然后这个游戏的话 它是一个近拍 然后同时有点随三宝石那种感觉 然后也有点熔炉革命 Furnace游戏的那个感觉 然后这个游戏的话 猪肉怪是在BGA上 和真正玩家激斗了 差不多六七把 然后只赢了其中一两把 那你还喜欢它吗 我对它的感觉其实不太好讲 我觉得游戏本身还是挺快乐的 但是我觉得它稍微有点随机 就是你一方面你要想确保你自己能拿到的东西 然后你还要限制对方 不让对方拿到这个很多东西 但是你具体能不能限制了 这真的是取决于那个牌的一个组合 只有三个酒碗 然后你每次要去近拍的话 你不一定能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 对 然后的话它这个近拍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很多的币 玩家起始的时候 你的币都是0块2块3块4块5块 这比较普通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0块的币 然后就是你放弃这一次近拍的优先级 然后去用0块的币去升级你手里另外两个币 然后用它们的加盒换取一个更高级的币 然后比如说这个25这个币是最高的数字 然后的话只有一个玩家可以取得 拿到这个的话 你相当于是可以确保你之后的 你确保你每次近拍都有一个很强的优先级 对 然后这里面不同的颜色的矮人 他们也是不同的得分方式 所以是你的决策就是来自于这些 然后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扩展 扩展的话就加入了更多的卡牌 然后多了一些终局积分的一些得分的一个方式 好的 好的 下一个项目叫做Maria Lands of Legends 这个是在Kickstarter上面的一个 还有一天就要结束的一个项目 这个游戏是一个合作的 有故事性的一个冒险游戏 然后有地图探索 然后有地城冒险 然后你可以潜入的游戏玩法 还有一些解谜的元素在里面 那这个游戏的话 它显然对标的游戏就是Gloom Haven 悠港迷城 悠港迷城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BG目前排名第一的游戏 然后它游戏的体量非常大 性价比在这个游戏里面绝对是拉满的 就是说它可以有上百个小时 甚至上千小时的游戏体验 就是你基本玩不完的 很少人真的能从头玩到尾 那这个游戏的话 大家可以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元素因素 就是因为说你要花额外的 要花140欧元 然后再加上运费 然后去入手这个游戏 但是它的这个可能会很好 但是说毕竟同类型的游戏有很多 然后可能会有更好的 所以就是它对吧 那这个厂商他们的项目 一直以来都还是不错的 就是之前叫这个美好 美丽新世界这个游戏是他们的项目 然后这个Authlives 这个游戏其实生产质量也是蛮高的 游戏性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这个游戏公司本身是没什么毛病的 但是我在具体去了解这个游戏的玩法之后 然后包括看BG的评价之后 我发现一点有点让我有点担心 就是说我会看到很多人群给他刷分 这样的吗 就是他们很多满分10分或者9分的那些 水军 评价好多就是他在BG上打分 就只给这一个游戏打分 他不给 或者说打的分很少 然后很多都是法国的国旗 就是这个公司本身是法国的 所以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在鼓吹 因为游戏可能确实 我第一次聊到这个游戏并不是在刷众仇界面 我其实很早就听说这游戏了 所以大家对他还是蛮期待的 但是那个确实不是一个好的 或者说至少不是正向的 刷分有点败好感 对 但是我其实也看了他们这里面 每一个他们的视频介绍 就是介绍他的战斗系统 然后那个RPG 就是怎么给你的决策升级之类之类之类的 对 然后包括就是他还有潜伏模式 这个Gloomheaven里面 可能不是那么突出吧 就是你可以 就是你不是为了去干掉你们的每一个敌人 而是你要找机会 然后是尽可能的少的制造那些噪音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 然后躲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 那我觉得只有说你已经很喜欢Gloomheaven 然后你已经快玩腻Gloomheaven 你才说再买这个游戏 对 不然你就买Gloomheaven就好了呀 Gloomheaven现在还有一个小盒的那个 邻近门版本对不对 就那个雄狮之恶 对吧 他一步步带入带你进入到那个世界里面 然后Gloomheaven现在其实还有电子版 电子版的话 其实我虽然个人还没体验过 但其实也是大家都说还不错的 对 对 这个毕竟要140欧元还是挺贵的 再加运费 所以他的确实机会成本比较大 对吧 所以大家慎重考虑这个游戏吧 好的 下一个游戏呢 叫做Tamashi Chronicle of Ascent 这个是大名鼎鼎的AR社他们的作品 好吧 但这个是AR社的Light Light是他们的一个支线 就是通常来说是一些 相对来说更亲民的一些项目 不是他们的主线 但是这个游戏从体量上看 这个非常厚的这个盒子内容的话 其实感觉更接近的是他们的主线的内容 但是我了解了游戏的玩法之后 他确实是比较好上手的 所以 那这个游戏法本身 它是一个就是粉色基调的 就是一个赛博朋克的 这样的一个大故事背景 是一个漠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他这个Tamashi 在日人域里就是魂魄的意思 对 然后他大概意思就是说 然后这个现在是AI主宰这个世界 然后这个仅存的这些人类 也需要去对抗他们的这个统治 然后我们也已经解锁了一些 相当于是科技 就是你可以上传你的意识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意识 再重新下载到别的身体里面 所以你开局的时候 你可能是个普通的角色 普通能力 然后你在探索的时候 你可能找到了别人的身体 然后你把你的意识下载进去之后 你可以解锁那个人的能力 然后可能会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 你换不同的身体 然后去完成各种各样的目标 挺独特的 是的 就是他的情景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的话 他玩法上其实也是 又有点像二蓝 但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变化 就是跟二蓝不完全一样 他其实有点像滑融道 就是你会把这种各样的Token 放在你这个文杂板上面 这都是从你的袋子里面抓出来的 然后这个上面 你可以一开始是放在深色的区域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编程的这么一个阶段 然后你会把这些Token 随机拉出来的Token 然后去移动 像滑融道一样 然后去组成各种各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那些模式可能会触发一个技能 像这样 你看他需要的一个红色绿色红色 你反正这样的话 你可以触发这个技能 然后有的是要完成任务 然后有的是要干嘛 蛮有意思的 是的 这个玩法上其实还是挺有意思 然后的话 包括就是你在对抗的时候 在对战就是打机器人BOSS的时候 你也不是只有一个 就是把他干掉这样的一个交互方式 也是有更多很有意思的一个交互的一个可能性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他设计上其实还是蛮花心思的 对 然后一而是的话 一直以来都是他们这个生产质量都是非常有保证的 然后的话这个项目的话 你也是可以有这个有模型的选项 以及没有模型选项 那周游怪目前摆在这儿的是 就是普通的没有模型的选项 对 然后的话呢 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故事啊 故事性的东西 但是不是那种一大本故事上去读的 那个更多是游戏当中的给你一些这个 就是情景在里面的一些简短的文字 一些表述 我对这游戏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嗯 好的下一个项目呢 叫做MicroDojo这个游戏中文的话 应该翻译成小道场 为什么现在那么多桌头都是日文名啊 这都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了 日文名 他这其实也不一定是日本公司的 就是欧美他们的这些游戏场 他们用了日本元素在里面 也可能日本元素最近可能较火比较时髦吧 其实这边什么那个动漫这些东西 传播到这边其实讨论度也挺高的 好吧 是吧 然后这个MicroDojo这个它是他们的一个扩展啊 对 我们我们两个人最近刚在TTS上体验了它的这个技术盒 嗯 体验小路都赢了 但是我感觉体验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挺一般的 你觉得挺一般的 嗯 虽然我两把都赢了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它就是玩的时候有一点别扭 有点憋屈 就是有一种想要去卡对手 但卡不住的感觉 但你赢了不就说明你把我卡住了吗 那是因为你太弱了 其实也不一定了 我觉得我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无力感对吧 对啊 有一种就是赢 输赢就是说你感觉你在做一些决定 但是你好像最后不太影响结局 就是开局那些任务的它那个排列 然后你前两步走 然后就比如说你拿了米 然后我拿了钱 然后这一局就是对米有利 那可能就后面就是再慢慢的走到最后 但是我还没有什么翻盘点 因为是一人一步 然后差距不大对吧 嗯 这种感觉 然后你感觉人家针对对方 其实对方下一步还是能拿回来 那这种感觉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玩的比较少 因为这样的抽象棋类 看起来很简单的游戏就跟下棋似的 反而是对于玩家的要求是更高的 你想玩出名堂来 你肯定玩好多都把 那这样的游戏它的卖点 其实这个游戏它的卖点其实是micro 就是它是很小很便携 它是可以放在口袋里面 我那么想吗 所以它这个扩展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不是就反而就是 就是把这个卖点给搞没了 我觉得基础够玩了 如果真的喜欢基础的话 是没有必要有扩展 它其实美局的那个setup上的变化 其实选择还是蛮多的 大家可以去TTS上面试一下 好的 下一个项目是GameFund的Oak 这个游戏的话大家注意了 这游戏是猪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 然后他们是Game Brewer 这个厂商他们的一个项目 Game Brewer这个厂商的话 他们最近的一个项目 是这个叫做这个集中之旅 这个项目的话 他们好像有点招黑 就是他们发起了一个众筹 然后的话 好像就是众筹版的这个高级版 收藏版它的质量很一般 就它说那什么纸板加后 其实都没多加后 质量就很普通 然后它发货甚至比零售版还要慢 就是大家玩零售版的人都已经玩到了 然后众筹的参与的这些 交了很多钱在里面的人却没有收到 就是最支持他们的人反正没有拿到 对 然后他们的回应反正也比较冷淡 就说好像就是我们就是发货码 或者现在就是疫情等等元素 然后就那个 那这种如果真的是因为疫情耽误的话 他们应该有一些补救措施 对那些种籌的 反正我感觉主要 因为他们的那个生产质量这方面落后了 就是不是落后了 就是说退步了 因为他们之前的项目就是 我们家之前那个就是那个故宫 故宫他们 对对对 然后他们这次也回应了 其实他们说这次他们找的那个合作厂商 是换了一个生产生产那个游戏的 对换了一个合作伙伴 他们好像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然后就说现在这个欧可这个项目 就回到他们以前的合作伙伴了 大概是这样 对 然后的话呢 但是很多人不买账 很多人觉得就是 装黑了已经 对对对 但是猪狗怪因为没有参与上一次 那个激动之旅 所以没有那么感同身受的体验 所以对这个场 对他们这个游戏的本身 还是更关注一些 然后故宫的话其实蛮好玩的 对吧 故宫的质量也很不错 很不错 然后文法其实蛮新颖的 对吧 然后这个欧可这个游戏的话呢 我们两个是在这个 Tabletopia上面玩的一个双人举 然后猪狗怪的话自己是solo了好几把 因为确实非常喜欢 这个游戏的话的主题是 我们就是一堆德鲁伊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生活的地方有个大树 这个树就是那个大象树 就Oak 世界树 对 然后我们可以有草药 然后去森林里面采药 然后我们可以有遇到各种各样的生物 然后可以拿到各种各样的宝物 那这些宝物跟生物都其实有各种不同的 这个超强的能力可以去使用的 然后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工人放置 但它同时是一个卡牌驱动的一个工人放置 所以有点那个沙丘那样的感觉 但是复杂度上其实是比人家要低的 但是深度上其实还是在的 深度上也需要很多需要去思考的东西 对吧 是的 它的工人还可以升级 有些工位只能高级工人去 是的 就可以大家看到这个很可爱的 这个就是说 你本来是没有这些装饰品的普通工人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们升级之后 就升级成长老泽鲁伊 然后像这个鹿角泽鲁伊 它就是终极长老 万能 万能 它就它一个人相当于剩下这五个人 它就优伤到五个人的功能 那比方说这个人 就比如我计算中 它是可以给你去某工位生产的时候 你可以少数资源 对吧 然后这个人 比如说给你更多的他们住的地方 类似这样 这个人就可以无视工人放置 他可以让他就是别人去的人 你也可以去 反正有不同的工人可以去解锁 对 然后呢 这些赌鲁伊 有的是你可以工人放置 然后在地属中间这些赌鲁伊 你可以把它们送上去爬树 爬树之后呢 爬到树枝的最顶端的话 就是给你提供一些 这个游戏结束的时候的等分条件 然后只有一个人可以站到那个坑上 所以整体游戏的画风 然后情景感玩法上 其实都是让我非常满意的 是 周围怪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他甚至说这个游戏是他近期最喜欢的游戏 我近期最喜欢 因为他简单 然后却有深度 然后画风主题我都很喜欢 这游戏我是无脑准备入了 好 下一个下午的话 又回到了Kickstarter上面 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殖民火星他们的续集 尾巴续集了 就是他们的一个standalone的game 就是阿卫斯探险队的扩展包 然后阿卫斯探险队的话小鹿还没玩过 对吧 然后周围怪是在真抗现场去demo了一次 然后当时就很喜欢 然后我们的那个 阿卫斯探险队的基础盒 目前还没收到 就一直在预购 应该是买货了 然后一直没有收到 这游戏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他这个扩展包的话 加入了更多的内容 让大家稍微做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这个扩展包的话 就是三个部分 他众筹的时候就三个空码一起卖给你了 然后零售的话可能会三个分开卖 然后的话最简单的就是这个foundations模组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一个5到6人的一个 增加游戏人数的一个部分 这个我觉得对咱们来说是最没有必要的 然后第二个这个危机 这个就是提供了一个合作模式的玩法 这个其实是蛮不错的 然后就是说本来这个火星 我们不是相当于是要去殖民火星吗 就重塑火星 就是把这个火星从不能助人到不能助人 它这个crisis的意思就是发生危机了 就是我们已经可以助人了 但是因为发生了什么陨石坠落这样的一个危机事件 所以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一些冲击 所以游戏开始的时候 所有氧气浓度所有的海面都是满的 然后反而是这些恶性的事件要把它们降下来 所以我们要防止这些指标降到适合生存的指标以下 所以它这个主题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变了一个方向 火星类的游戏一向就是它的主题感 和它游戏机制的结合非常的吸引人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discovery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话就提供了更多的卡牌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说它给了升级我们这个动作卡的选项 这个其实在最近比较火的方舟动物园里面 就也是出现的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你拿这些卡去做动作 然后的话基础盒里面只是做动作而已 但这个游戏里面给你提供 就是说你可以升级这些卡 就本来你是拿资源 然后你升级之后就可以拿更多的资源 或者怎么样 然后每一张你的动作卡 它可以有两个升级的方向 所以你是可以自定义你的根据你的策略去升级的 这个在最近的方舟动物园里面其实也是有 你可以把那个卡牌翻过来 然后做更强的动作 然后你也不能升级你每张卡 就是你得根据你这一局的具体的情况去选 然后还有一个优先级的问题 所以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我很喜欢这个这个部分 好 下一个项目是在Kickstarter上面的 这一个三合一的项目 这个公司的话就是这个叫做Board Game Tables 他们经常就是把他们的游戏三合一一起给你打包卖给你 就之前那个甲虫相扑 然后那个就是 那个untours就是那个环绕世界唱歌 那个举办演唱会那个游戏 然后那个亮花昆松 亮花昆松都是他们的 那这几个游戏都很一般 还可以啊 我觉得甲虫相扑是一个不需要买的游戏 对 反正就是他们这三个游戏里面总有好有坏 就是肯定不是需要让大家欧印 但欧印的话会有折扣 就供应你买 对 他们经常就是说 会把一些老游戏 然后就是说用比较简单的游戏通常来说 然后给你重新用他们的这个美术团队 然后他们的那个生产合作伙伴 给你那个高质量的版本 关心 关心一下 是的 然后的话这三个游戏里面的话 排个序吧 我感觉就是这个Happy Tests 然后这个Basketball Boss 然后是这个Night Lives 这样的一个排序 然后先说这个最拉的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那个 诗敦游戏 然后的话他从玩法的特征上面 其实完全不如我们介绍的那个 什么林中虎什么之类的 就是大家可以觉得这就是一个垃圾游戏 然后的话这个Basketball Boss 这个的话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一个篮球经理主题的 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能找到一个图片 对 就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作为篮球经理 我们要去组建一个冠军球队 然后的话他会分成很多赛季 然后每个赛季我们要去对比 你所有的球员 他对应赛季 他这个能力值 谁的这个星星总数最多 谁就赢了 那个赛季 然后就会拿到那个冠军奖杯有分数 然后的话这些球员他会变老 或者他每个人的巅峰期 他来的不是一个时候 所以你看这个球员变老之后他变得很弱 所以你要不断的去买新球员之类的 然后你还可以买这些雇员 营养师 训练师之类之类的 而且就是对你那个赛季 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 各种层面上的一些提升之类的 听起来还不错 这个主题还是还挺有意思的 对 然后的话 另外呢 另一个这个happy test 是我觉得这三个里面算是最不错的 因为我们俩实际的去体验了一把 这是一个板块放置 这是一个板块放置 然后但是的话呢 我对于他这一次众手项目 他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高所谓的高级版精美版 我觉得他这个画风什么的 我其实感觉反而不如老板 反而不如老板 然后就他这个颜色的配的感觉 感觉太 对 颜色太一样了 对 就是饱和度太高了 然后这些部件什么的 我感觉也不如原来的那个 然后我们就稍微说一下 这个原来的游戏吧 这个游戏的话 我觉得他跟那个Cascadia的感觉 Cascadia之旅 对 有点像 但是Cascadia现在是家庭榜排行第一 我是相比较而言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好玩多了 对 怎么说呢 就是猪猪怪虽然不太想承认 但是猪猪怪确实玩那个Cascadia之旅 就是没那么高兴 没那么快乐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玩板块放置 也太多了 还是怎么的 但是因为那游戏其实提供了很多变化 美剧其实不一样 那个动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得分方式 然后它的很多机制 其实你看上去应该觉得挺好玩的 但实际玩起来 它的那个 它那些机制或者那些思考 并没有最后转化成快乐 但相反来说 这个Habbitize这个相对来说 更简单一点的游戏 它其实快乐点是更密集 对 爽点密集 而且节奏很快 就是你在游戏过程中 一直是沉浸式的在拍新的 在组建的那种状态 对 它这个其实就是说 因为它不同的游戏目标 然后就是有动物 然后有这个地块本身的这个 而且你在摆地块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把它们 就是一定是谁挨着谁的 就是你可以 你比如这个动物 它喜欢的是这个石头地 它这个石头地不用飞着在它四周 你看它可以挨的一个石头地 是石头地挨着石头地也算 就是它比较灵活 然后游戏的目标里面 有的时候让你是 某一块地在一起的分告 有的时候就是反而是零散的 那个牌别高 所以就是你在摆地块的时候 其实灵活度其实是很高的 就是你怎么摆 你都会得很多很多的分数 所以它爽点其实是很密集的 但是它也有好跟不好的选择 所以你还是有很多的思考的 是的 那卡斯卡迪亚之地的话 相对来说就不是 就是你总的不舒服 我反正不知道 为什么卡斯卡迪亚会派在家庭榜地 是一个我不能理解的事情 好的 下面这个游戏叫做西国建筑师 这个游戏和它的扩展的话 目前是在即时商城上预售 那这游戏的话不是一个新游戏了 然后是这个设计师 他们其实经常是三部曲这样的 那西国建筑师西国盛其士 他们是一个三部曲的游戏 这个系列挺好玩的 这个系列都还不错 是 然后这个西国建筑师 它是一个工人放置 那它每一个玩家有这样的一个玩家版 然后会稍微有一些不对称的 一些不同的功能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图上有很多的工人放置点 然后每次的话 你都会放置一个你自己颜色的工人上去 然后的话你第一次放一个没问题 第二次你再放一个的时候 它就是两倍功能 再放一个就是三倍功能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它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在于说它虽然工位之间 相互之间的玩家不挡 但是你可以抓住别人的工人 就是如果那个人疯狂往这个地方去 他强力他这个技能之后 他就有风险被其他玩家抓住 抓住之后的话就关到监狱里面 然后就会其他玩家会得分 得钱或者这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在里面 所以就是你要想要不要去 疯狂的去加强你的某一个地方的技能 然后的话它是西国建筑师 所以就是你会盖建筑 然后你可以盖大教堂之类的 然后的话建筑上给你分数 教堂也是给你分数 然后的话你可以在这边 还有一个你的声望 你的名誉 然后你名誉往高了走的话 你可以有好数 然后你往低了走的话 你虽然减分 但是说你可以每次交税的时候 你可以少交税 所以其实两个方向都是可以走的 对 然后这边你可以解救你的工人 让他们重新回到你的掌控之下 等等 人家可以买各种各样的角色 所以这游戏其实本身 它是一个我感觉人数多一点会好玩的 两个人不会玩这个游戏 两个人的话应该还是西国盛棋士 西国盛棋士的那游戏 西国盛棋士的二人吧 还是很不错 这游戏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的是 多人 四个人 三个人 至少是 对 它有游戏其实是很快的 所以多人的话其实不太受影响 然后它的两个扩展包的话 一个叫做这个 这个叫什么 artisan 叫什么 就是工匠 然后还有这个奇迹 这两个扩展包 然后这个工匠这个的话 就是说你刚才你可以买那些村民到你的 帮助你们 那些村民可以提供一些各种各样的能力 然后这个工匠的话 它可以给那些村民加道具 所以你的村民可以变得更厉害 然后有这样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你建好建筑的话 它可以加一些装潢 所以你的建筑可以得到更多的分属 大概有这些元素 然后这个工匠本身 它是一个就要类似于葡萄酒那个游戏 葡萄酒庄园那个游戏 就它那个工人 一个工人到两个工人 一个大工人给你 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然后这个建奇迹的这个的话 就是你在造建筑的时候 就是那个奇迹也是一个建筑 然后那个建筑 奇迹建好之后 你可以把那个奇迹放在某个工位上面 然后你每次去那个工位 然后你可以有相应的这个好处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些公主 有一个公主 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收税的一个人 在那个地图的工位走来走去 然后你可以跟他有各种各样的互动 然后多了一条影响利鬼 然后可以让玩家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大概是这样 好了 下一个项目是KS上面的海巢之人2 这个游戏的第一集 是刚刚完成了这个中文版的一个预售 那这个游戏其实是一个工人放置 就是我们可以到各个地方去收集各种东西 然后去升级这边的各种骰子 你骰子可以往这边升级 可以往这边升级 然后他每个骰子有不同的面 那就可以去帮助你完成各种挑战 然后去击杀这边的这个怪兽之类的 大概是这样的 就得分 然后的话在同一个宇宙下 他现在推出了这个第二集 玩法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在1里面 就是你每个决策 他其实非常的不对称 或者说也不叫不对称 然后游戏可以直接开始 其实挺方便的 然后的话有一个玩法上 我比较觉得不错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类似于技能区的这样一个地方 就是这每个块都是可以摆上去的一个技能卡 然后你放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发动这个技能的联动 我们看下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对 你放上去之后 你可以触发一行或者一列 但是如果你触发一整列 就是三个都铺满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的话这一列出发完之后就被拿掉了 所以你要想清楚什么时候你触发这一整列 还是说你要去摆两个技能 让他稍微没有那么强 因为要用在 把招要留在关键时刻 是的 所以有一个排列组合的时候 你要去想清楚这个问题 挺好的 然后的话你可以用这些去追踪你们的整个游戏的进程 之类的升级你的角色 它是一个RPG游戏 他们家一直以来都是生产质量是拉满的 这个项目的话叫做投注英雄 那个游戏的一个同宇宙下的一个RPG冒险游戏 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要搞这个 投注英雄你记得吗 我记得 但他们在投注英雄那个游戏 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 我觉得那游戏虽然挺有意思的 但总感觉差点啥 它就是个骰子跟那摆来摆去的 好像差点什么东西 他们家其实还有另一个游戏 那个执笔游戏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亡国会图室 那个就是他们其实也是 应该是他们家如果没记错的话 然后他们家的美术风格 一直其实有点不太对我个人的胃口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因为他们那个里面的角色好像 就是这有点写实的那种感觉 但是又有点 就反正有点不太对我个人的胃口 对 然后这个他们这个续集的话 不是叫续集 就在一个从宇宙下的RPG游戏的话 其实就是也是有很多很多的scenario 是一个campaign 然后的话一级一级往下推进 然后你去记录你们的整个团队 你们的一些进度 然后你们升级 然后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能力测试 然后他就需要你制出来 特定的骰子的特定的面 然后的话这个面其实要求其实挺高的 所以你需要用你手里的卡牌 去调整你这个骰子的制出来的结果 然后去完成这些挑战 对 那这个游戏它的一大特征 就是它的最大亮点 其实是它的故事性方面 就是它的故事 其实是大家说它的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对游戏其实也还好 但是故事其实是很吸引人的 所以大家如果对故事本身 如果不太在意的话 这个可能也是 而且它现在是中文版 中文版也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 它这个故事能不能翻译的比较传神 会比较让你吸引人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不好保证的一件事情 好 下一个KS的游戏叫做Casting Shadows 我不太知道该怎么翻译 这个项目现在已经100多万美元 其实还是蛮多人去支持这个项目的 对 但这个公司的话 他们之前有独角兽的游戏 就是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种 就是说比较简单 然后比较聚会像 然后就属于卡通画风 对画风比较讨喜 然后就是比较亲民的这些游戏 但是它有很多的那种 就是我们一边叫take that的那种机制 就是别人搞你 你没有办法 就是那种 但是就是比较欢乐 就是气氛游戏里可以有这种 对 气氛游戏 然后他们公司里面 他们产的游戏里面 我其实都有了解 但我其实实际没有玩过 但是我看了规则之后 我其实感觉就是一级比级强 就最开始的这个不稳定独角兽 这个游戏 我觉得就是我是不会想去玩 但是后来这个Here to Slave 包括到现在最后这个Casting Shadows 我觉得他们至少是没有那么强烈的 就是让玩家会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而且更多的是 就是你可以更多的去体验 就是玩家相互之间狗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就是我强行你掉张牌 或者说我想干件事你阻止我那种感觉 就少了一些那种 我比较负面的一些东西 对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 这游戏里面我觉得你可以对比 K of Tokyo 东京之王 对 就是东京之王的话 但比东京之王多了就是移动的选择 就是你可以在板块上移动 就是找到很多地方 你的角色可以走来走去 然后你可以升级你的角色 给他们配一些这个魔法 然后配一些道具 然后这些魔法的话 需要你投刷那个骰子 投刷那个面 然后你才能使用这个魔法 这些魔法的话 有的是什么伤害 有的是治疗 有的是什么 反正不同各种各样的效果 然后你走到了各种地块上 那个地块上 你会给你地块本身的一些资源 或者什么一些效果之类的 那个角色好可爱 对 他这个画风确实真的是 还可以进化 对 可以进化 所以从进化之后 你的角色就会有你角色的大招 然后也是需要特定的骰子面 然后才能使用的 好 下一个游戏呢 叫做侏罗纪世界 然后这是一个传承游戏 这个游戏的话 他们应该是有官方的 那个就是侏罗纪公演 侏罗纪世界那个系列电影 他们的那个授权的 所以这个游戏的话 能不能有中文版 其实是不能保证的 但是大家现在肯定是 可以买到英文版的 对 然后这个公司呢 本身就是那个Funkoverse 他们那个公司 就是之前 他们是之前不走众筹的 Funkoverse就是 咱们之前玩过 就是他们家 他有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这个模型 然后就是对战 对 他们家的各种 这个Funkoverse的游戏 已经很多很多了 对 很多 他其实走的是大众市场 就是他不是走的 桌友的那个市场 就是他是在什么 像沃尔玛这样的地方 你在那个玩具游戏区 你是可以买到他们的游戏 对 然后的话 这游戏其实还不错 对 其实还不错 然后的话 侏罗纪世界 他们这个是他们 第一次走众筹 然后走的一个 他们说也是最大型的 他们的一次尝试吧 对 然后那个游戏盒子 这个很重 说里面内容其实很多 然后一共有12关 然后第一关的话 是一个教学官一样的 就领你近的游戏 然后你可以重复玩这个教学官 直到你觉得说我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 正式的第一关游戏 对 然后他这个 其实就取材于电影 电影不是有12345集吗 然后好像是明年 还是今年会有一个最新的一集 电影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给他那个新电影造势之类的 然后就说他们说 他们一共12关 这里面当中其实也有一些 两集电影之间 就是空白阶段 他们给填上了新的剧情进去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你大家熟悉的一些场景 里面有些熟悉的角色 游戏的话 我其实看了一些视频 就是看他们的试完 就感觉还可以 但是确实如果 大家对于电影本身题材 如果没有什么感兴趣的话 这个游戏的话 可能也不是特别适合你 但是《侏罗记》世界的电影 还是很好看的 对 因为我觉得 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 对于恐龙的一些想象 不管就形结上 其实至少第一集来说 我们看完之后 还是觉得 哇 还是挺震撼的 后来就是在拍续集 因为电影拍续集其实挺难的 就再让你觉得同样的新鲜 还是挺难的 那个恐龙相关的游戏 已经有很多 就是那家公司 你说恐龙岛 恐龙岛的恐龙世界 什么 那家公司出了很多恐龙的游戏 他们有什么对比的 或者说不 这个是一个传承游戏 这个就是更贴近 一个电影剧情的 那个恐龙岛 那些游戏都是 欧式游戏一举一举的 没有什么剧情可言 对 但这个有一点奇怪的 就是我 至少我个人感觉一点奇怪 就是它这个恐龙 大家看看恐龙这个模型 它是一坨东西 它不是 你看它是一坨东西 你看这个草龙 在吃叶子 它就是一个跟蛇似的 这其实是它的脖子 它没有它的身子 然后你看它这个也是一坨东西 这三脚龙 只有它的上半身 或者是它的前半身 然后最奇怪的是 这个逊猛龙 它是在这个门里面 还是在一个箱子里面 它是电影情节的一小 是的 它就是跟情节挂在一起 而不是说是像我们平时 玩的那个模型 游戏里面的模型 就是一个恐龙 或者一个什么样子 对吧 那这里面就是 你可以有道具 你可以有武器 然后除了地图上之外 你还可以进到室内去 然后在街上面移动 探索什么之类的 然后两个玩家角色 如果在一起的话 你还可以有更多的操作 比如说把恐龙引到一个 相对来说别的区域 让它远离其他角色 可以救别人 然后你的任务 就是比如说去救人 或者去完成特定的 就是跟电影情节是紧密挂钩的 好吧 这样的一个游戏 好 这个游戏叫做丰收季节 是在磨点上正在进行的 一个众筹的预售领项目 这个游戏的话 我不想玩下去了 我当时起研其实还挺好 因为它从这个主题 包括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东西 其实很像星陆谷 那个游戏的玩法 对 就是你可以你种地 然后你升级你的农场 然后有些自动化的这个浇水 什么之类的 就不用每天去浇水 然后你多余的这个行动 就是如果你不浇水 省了这之后你可以去拔矿 然后你可以钓鱼 然后你可以升级你的这个水壶 等等之类的 就其实跟那个星陆谷游戏 其实蛮像的 然后游戏时间的话 它说20到35分钟 其实应该不止这个时间 我觉得不止 应该不止这个时间 然后其实游戏当中 两个人发展自己农场 其实跟对方没问题的关系 对 就是你发展你的 我发展我的 我就是觉得这个游戏的 那个节奏太慢了 就是前面的时间 一直在重复重复的干一些事情 然后有一些卡牌构筑的元素 但是我又觉得升级的卡牌 也没有让我觉得那么强 对 它干的事 它还是比较毛线 就比较轻松的一个游戏 但可能小鹿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反正我确实 我后来仔细一想 确实 每一次乱到你行动的时候 越轮次其实很快 你完了就我 完了就你 然后 但是其实你选择是非常直接的 就是我到我 我肯定干这个事 我就不用太多想 就是换一个人来也是干这个事 对吧 所以就是可能 但是它有一个变体规则 就是你可以开局的时候 你直接让你农场 先升级出来一些东西 这样很快 游戏加速 我觉得可能 那个的话会让游戏的 整体的进程会加快一点 但整体来说 它耐玩性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个游戏可能体验一下 一两次可能还行 但是它的重复 重开率可能是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个可以在哪个平台体验 这可以电子版在TTS上面 Tables of Simulator上面可以体验到 好吧 好 下一个游戏叫做安纳克一记 然后这个游戏目前是在 它的中文版正在摩点上首发 这游戏的话排名 总体排名31 对吧 但我很奇怪 它为什么在家庭榜里 它其实不像是一个家庭游戏 对不是很家庭 还算是策略游戏 对吧 中度或者重度策略游戏 那这个游戏的话 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游戏是个好游戏 对 然后它那个玩法机制 就跟沙丘挺像的 就是那个打卡去放工人的机制 有很多新奇有意思的地方 包括去做研究什么的 还是有很多可以体验的东西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它的那个情景代入感 好像没有那么强烈 对 就是你乍一看 就是说它这个美术什么的 其实都还挺好的 然后就是 大家经常把这游戏跟沙丘对比 对吧 那沙丘一般来说 大家说对电影不感兴趣 对主题不感兴趣 会觉得这可能更像是桌游 就是我去那个地探险什么的 那实际玩起来这个游戏的话 我个人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我可能更专注的是 我怎么高效的把我的资源换成 我想要的资源 最后爬这个科技 爬这个就是探险轨 因为就很多分数都是来自于这个探险的 对吧 然后你如果不能把到特定的时候 有足够的资源 那你就爬不上去 或者说你最后就不能到头顶上去 那你分数可能就会落后 对 所以你玩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 你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冒险的 偶尔可能会有 但后来就是你会一直在思考 说我怎么把资源换成那个资源 那个资源换成那个资源 就是他最主要的就是升级 就是除了提供了更多的卡牌想象之外 他最主要的升级就是给了每个玩家的 这个不同的这个角色能力 就是你开局是不一样的 玩法是不一样的 是很不一样的 就你比方说就是你像这个人 这个人他就是有很多来钱的这个途径 就比别人钱多 然后就可能就可以买更多的卡之类的 然后你像这个人 这个人他就可以去去除掉 自己手里的那个恐惧卡 他去除掉恐惧卡之后 他可以拿更多那种有风险的操作 别人一般就是你领恐惧卡 你会不想拿 像这人可以把自己恐惧卡拿掉 就是说他可以去拿更多有风险的操作 对所以选择就很多 对然后这个人的话 他就好像是只有一个工人在地图上 然后但是他的工人可以移动 他的工人可以现在这样一个工人 他可以花一定的资源去让工人移动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其他玩家来说 也是有更多的变化在游戏上面 就是你本来这个空间被占据了 别人去不了了 但因为这个角色他就可以移动 所以他本来站的位置 别人又可以去了 所以从整体游戏的这个变化上 其实他这个角色提供了很有意思的一些 那这个扩展还挺有意思的 相当有意思 对然后的话呢 这个就是安达克遗迹 感觉其实没声可聊的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好游戏吧 也不需要我们多说什么 是然后的话呢 最后一个这个最后一个要说的 就是这个环游世界 环线标 BOOMERRUN U.N.C. 然后其实这个我们现在正在重头的是 那个中国版本 BOOMERRUN China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在魔典上面应该是 那这个游戏的话 其实在BGA上面是可以体验到这个游戏的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游戏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感觉玩法上 其实它虽然是直比游戏 但其实玩法上很像那个Sushi Go Party 对就是是两个人轮抽 轮抽 然后抽自己想要的这个 这个就是Sight Clash 就是乘套收集 对然后呢 你收集到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分 然后同一时间呢 你这些卡的还会在地图上标记 你去了哪里 那比方说你都去了 你这个地方你全去过了 那你就可以得这个 如果你率先都去过的话 就可以得额外的分数 然后这个美国的话呢 就如果能连通 就是从西岸到东岸连成一条直线 你第一个达成的话 你可以得这边的西分 那中国地图的话呢 就是说有一个长城的存在 就那长城 如果你能第一个拼好的话 能得多少分 我个人觉得这个游戏 算是我在轮抽游戏里面 体验挺好的一个游戏 我觉得它很直接 然后也很简单 但是也有一些需要去考虑的东西 然后如果它有中文版的话 也就是说会有各种中国的景点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子游戏 也不一定是亲子 其实是一个休闲游戏吧 对就是我我是想说 就是它在亲子这一个类别里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就是你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玩 认识一些中国的建筑 中国的地方 然后顺便再来体验游戏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感觉 确实 然后它其实两个人玩 其实挺开心的 就是SUSHCOPARTY 肯定不会想两个人玩 对这是一个二人轮冲里面 很不错的游戏 对但是的话 它其实那个项目里面 就是说你可以打包买好多版本 那其实没必要 没必要你就买中国版 你就买一个版本就行 因为游戏体验上 其实是差不多的 玩法上很一样 对会有点稀奇的差别 但其实很一样 对好吧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众筹所有的内容了 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 这个节目 大家也可以对我们 多多提一些意见 让我们可以改进 好吧 那最后我们再选一下 今天说这种项目里面 哪个市场 你觉得最想推荐给大家的吗 我就先抢一个Oak 你不说我的 知道你会说Oak 对我觉得Oak 虽然稍然贵了一点点 但是我感觉 我很喜欢那个 就是它刚好给我提供了 我想要的东西 我挺喜欢Habitess的 但是它那个游戏 却是一个三合一打包版 你也可以单独买一个 但是它那个版的话 就是美术上面 你觉得是 我喜欢其实就是 它原本那个游戏 你喜欢原本游戏 那你还没有别人选的 你选Habit 你选Habitess吧 Habitess是我第二次喜欢的游戏 那你一选不就好了 你就放弃了 我挺喜欢这个游戏的 你选这个游戏 对 我觉得它 我相信这个价格 应该不会很 就是这个Google Run 对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 就是比较低价的入门级的 听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以 好吧 那这个就是这一次 我们众筹两个人的 最后的一个推荐 那希望这期节目的话 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吧 那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